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网友也喊听台湾就卖给我们尖端武器不是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地位是立法院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立法院吴怡丁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丁一好 大家好 过去赖清德自诩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是为了选总统 他不断地想要洗白台独精孙的形象吗 他投出到了华盛顿邮报 提出和平繁荣四大支柱 喊出要强化国防特阻力 维持两岸现状 但就被质疑了 他根本没说要维持什么样的现状啊 难道是维持现在这样剑拔奴章 然后没有任何对话管道的现状吗 而赖清德他在投出当中 只是自称是中华民国台湾的副总统 问题是我们的宪法里面写得很清楚 根本没有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说法 赖清德不就还是在偷渡台独吗 那如果他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话 赖清德他到底要选哪一国的总统呢 这个赖清德他这一次的投书 事实上就暴露出他今天非常的心虚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国际上面的 一个对联案的政策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清楚 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美国的信任 那么他讲的这个四大的支柱 其实也完全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幸福 在这里面不管是强化国防的嚇阻能力 导致于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学子都非常害怕 战争的边缘 然后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 人心惶惶 台湾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子把自己逼到兵凶战围 然后里面尤其是对于维持两岸现状 更是完全没有说服力 如果你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 真的两边根本连对话都不可能 早就已经已读不回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面对现实的话 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现在 僵化恶化的两岸关系 那关键就在于说今天赖清德 他又为什么跑去国际媒体做投书 他可是现任的国安高层 他在总统府上班 他们没有适当的管道 可以直接向美方输成吗 一定有 而且大家也看到他公开私下 事实上都输成了非常多次 还有他所中意的副手人选 不就是萧美琪吗 萧美琪现在是什么 是我们的驻美大使 是我们的驻美代表 难道没有办法透过萧美琪直接去适宜 直接让美国对他的所有相关的保留疑惑 通通解释清楚吗 那就表示这样子的一个门路 通通都不通 才要用这种公开投书的方式 事实上这种公开投书的方式 反而泄底了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赖清德他把台独两个字都卸下来了 神主牌都拿下来了 美国还不信任他呢 因为你讲的话能信吗 所以不是说你保证你不会台独 美国就会相信你啊 那今天一个政治人物 尤其在国际事务上面 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你长年一辈子的主张 今天为了选票你说你要放弃 人家就会放心嘛 这都凸显出事实上 赖清德在处理两岸跟处理国际关系上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门槛 跨不出去 国际社会没有办法相信他 另外以美国为代表 全球都是讲一中政策 那作为台湾来讲 就只能透过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来强化 我们也是讲一中 但是我们的一中是中华民国 是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中 来表示两岸的对等 两岸的不同 但是我们没有要去挑战一中 我们的宪法就是一中 这也是美国的主张 这也是日本的主张 你看美国哪个总统 包括川普在内 哪一个不是公开 一而再 再而三的在阿共啊面前 重申一中政策 那你赖清德这个讲不出口 一中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讲不出口 九二共识讲不出口 你就没有开门密码嘛 别人就是怕你嘛 那蔡英文为什么行 事实上蔡英文是非常小心翼翼的 在这旁边游走 再加上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 美国反中反了 红了眼 但现在不一样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拜登有求于大陆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川普已经经过了四年的总统经验 对于处理台湾问题 他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了 所以赖清德这此举 就再一次的暴露出 他没有办法取信于国际社会 更没有办法取信于台湾民众 他当了总统之后 台湾不会兵凶战危 民进党不会又固态赴盟开始抗中 民进党不会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切香肠 彩虹线挤牙膏式的 每一天都在做台独的工作 你认为老共是笨蛋吗 他还可以这样子 任由你这样子的做下去吗 连美国都没办法接受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陈水扁 他在国内政权的重大危机 因为贪腐无能 所以开始标局一边一国 就被美国修理了 美国就气他气得要死 但是完全有别于陈水扁 一上台的时候讲四步亦没有 美国很放心 你看他不会讲台独 也不会像李登会一样搞两国论 他讲的是四步亦没有 很快的就在和四停建风波之后 整个陈水扁的政权威信腰斩 然后陷入重大的政治危机 陈水扁就开始拿台独的旗帜来 出来自救 那一边一国 后来就被美国政府非常严重的失去信任 后来美国就全力的支持了马英九 这都是大家过去发生过 可以看到的历史 所以今天蔡英文在趴着执政的后期 事实上也玩过头了 白宫是很有意见的 美国她一天到晚请这些什么 裴洛西 还有蓬佩奥 美国是很有意见的 白宫是很有意见的 你玩过头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的包袱要让赖清德来背 再加上赖清德自己这一辈子的台独主张 就成为了跨不过去的门槛 中央民国要回到宪法 合乎宪法的这样一个国家发展的正轨上 是不是真的要政党轮替才有机会呢 昨天王金平为侯友宜就筹组了200个立委的后友宜 立委后援会 不只是很多现任跟现任的立委都出席来相挺 还包括像是这个杀万长这些很少露面的党内大佬 也都出席高呼要团结 好我们看到侯友宜他射出了政策的四支箭 包括他支持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他也说出了核能是能源的选项 反对兵役三加一的方案 以及要重组了特征组来查弊案等等 好所以我们看到王金平昨天也来了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就称赞他 他说放眼三党的总统参选人 只有国民党再执政能够重建两岸正常化 也能够处理好陆美关系 那么和平安全的两岸是既符合台湾人的最大利益 也符合北京还有华府的利益 相信侯友宜能够做得到 好来看到这个前副总统肖万强 他说侯友宜的两岸论述是非常的中肯得体 而且稳健务实 在台海紧张严峻的时刻 他认为侯友宜能够挑起总统的重责大任 一定会使得台海恢复稳定 台湾的和平是指日可待 不过最近侯友宜的民调看起来是 似乎出现了一些乱流 特别北上来相挺的台中市长卢秀燕就告诉他 他说其实五年前他的民调也是黑压压 被说会输20万票 但最后却是卢秀燕大赢了20万票 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就一定能赢 他就是呼吁友宜兄要never give up 然后来看到这个是 这个侯伴的执行长金普聪 他也出来解释 为什么说现在民调状况 好像让大家觉得是真的是蛮不如预期的呢 他说有民调机构的负责人跟他证实说 有人花钱要求民调公司 如果照他的要求做出他要的结果 就可以拿90万哦 没有关系 如果说呢他只是拿了题目来做 没有操弄结果的话 给50万元哦 所以呢他说他第一次看到操弄民调 已经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啊 好那么前国民党主席侯秀柱也特别出来力挺侯友宜 他说过去有过换柱的惨痛经验 所以大家都知道绝对不会换猴 只要撒咖嘟的话国民党就会输啊 好看到了国民党摆出了大团结的气势啊 不过呢 当然大家还是很关心 那猴友宜的民调遇到一些乱流该怎么办呢 金普聪就直指了 其实呢有人正在操纵民调当中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难道真的是像金普聪说的 现在背后已经有人真的捧了大把的钞票银子 正在操弄民调吗 这个 侯友宜找了金小刀当这个竞选工作办公室的这个执行长 那我是非常的不看好 因为金小刀他之前是辅选马英九 他现在辅选的是侯友宜 这两个候选人跟两个失控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以为金小刀会有用的话 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 但是我是不这么看好了 那这个哪一个民调 因为最近这两个多礼拜我看的民调 每一个民调的候选都是最后一名 那难道说这十几个民调都是被操作的吗 你要怎么解释呢 那所以我公开的要求金小刀 你告诉我是哪一家民调公司 哪一个人要出九十万你讲 你不是说你查证过了吗 比方每天都讲别人 你不道歉我就告你 这一招你用很多年了 你告诉我是哪一家民调机构 你讲 你不是说你查证了吗 所以朱鲁姐 因为朱鲁姐我是很尊敬 她说如果三咖都国民党就输 请问现在台北市长是谁 现在这边台北市长 还说郭文兄 台北市长跟那个总统大选不一样 那我也接受了 你说不一样也可以 所以主持人问我 我最近看这些新闻 我都已经有点这个脑力不胜负荷 要请主持人救救我 我印象中2018 就是卢秀燕第一次选台中市长的时候 我从没印象说他输二十万票 因为上次输二十万票是胡志强 就是林家隆 胡志强要连任的时候被林家隆拉下来 他是赢他二十万票 后来卢秀燕把林家隆拉下来 又赢他二十万票 我从来没 然后朱立伦前政指头 就请郑立伦为人救救我 他说去年那个坚哥你有印象吗 他说蒋万安民调第三名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蒋万安什么时候民调第三名 还是我去问一下陈时中 你什么时候 我也没印象 那你们到底 我真的不晓得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个昨天办的那一场 我要帮韩国瑜讲句公道话 那2020中统大选 因为其实侯友宜是没有当过立委 郑立伦是现任立委 吴玉定现任立委 坚哥以前是立委 坚哥明年就是立委了 韩国瑜以前是立委啊 那为什么王金平去那个2020的时候 2019的时候没有帮韩国瑜办一场 我跟大家讲答案 答案在这里 很多人都忘了 但是我记忆力特别好 他2019年他自己要选总统 他那时候有宣布参选 他还找那个苏志诚 那个以前李登辉的这个 这个办公室主任来操刀 他宣布参选那天还下大雨 老天都看不下去 下大雨 所以现在王金平出来当好人 所以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昨天那种活动不办也罢 那是没有用的 怎么可能会有用呢 国民党以前很强 国民党丢掉政权 不就是丢在这些立委手上吗 这些立委很多都是王世坚的老朋友 因为坚哥以前当立委 就跟那些人都认识 就是丢在你们手上 你们说我们来支持何友宜 这怎么会合理呢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些东西 你看昨天在指南宫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黄成国 他就是不要赖清德来 然后赖清德 我就是不去 赖清德就是不去 因为就是赖清德把黄成国干掉了 黄成国是民进党的中常委 赖清德说我们要排黑 你们这种以前有什么更生人 有什么前科的 你们不能再担任我们民进党的党公子 黄成国立马好了 那我今天我指南公办活动 你来干嘛 你就不用来了 那为什么何友宜可以去 为什么柯文哲可以去 连朱立伦都去了 就是赖清德就是不去 所以国民党就是你这种矛盾 你就要去利用嘛 譬如说我刚刚讲尖歌的选区 何志伟办活动 邀请赖清德来 他就是不邀王世坚来 这太好了 那你国民党你就不要提名 你那一区游淑慧就去别的地方选 你那一区你就礼账何志伟嘛 不就是这样子吗 他们不合 我就想国民党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事情 这事情我也很闷 我不能我一个人闷 我要让大家都很闷 好 这样我就可以监 你看这个 我请问观众朋友 这个坚哥以前是开建设公司的 这个叫基林地吗 这个基林地也太大了 可以停车 这就是黄国昌的基林地 那我请问大家 黄国昌要办游行 他要找馆长去 他要找柯文哲去 他要找郭台平 我都没有意见 我祝你们活动顺利成功 可是我请问侯仪 你为什么要去呢 我完全看不懂 侯仪你知道这几年 馆长跟黄国昌 他们是怎么修理国民党的吗 国民党的马英九韩国瑜 打一个幕后就打过 打到金光什么 你说我要去参加黄国昌的活动 我看得很奇怪 你现在是 你要看主办单位是谁 是馆长跟黄国昌 他们是为柯文哲办的 你去干什么呢 说我也要去 你是没事做吗 你那天你不能有别的行程吗 黄国昌他当年是怎么修理 我们汪汪集团的 反洪美 反而骂得要死 结果我们中天被关台的 黄国昌他有讲什么吗 那你这一次在国民党征召的过程里面 中国时报也好 中天也好 中士也好 是怎么支持你何银的 我们要跟你讲说 你要谢谢我们吗 没有那是因为郭台铭太烂了 我们郭台铭我们支持不下去 我盲目的支持何银 也不是叫你回报 可是当你今天黄国昌办的活动 你欣然参加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说 何银你觉得我们听你是欠你的吗 我们非支持你不可 不支持你我们就怎样 那你要看一下 就是这些年来 馆长跟黄国昌他们在社会上 他们做了什么 我最早上郑立文讲 那个我不是很同意 就是说侯友宜都没准备 他就跑去选 那你没准备就不要选了 没准备就赶快换人了 你现在显然没有准备好 你看就知道他在赵先生的专访里面 他讲不出来 他讲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他跟苏贞昌选新北市长没有辩论 他跟林家隆选新北市长也没有辩论 总统大选是有辩论的 你看那个状况怎么去辩论呢 这个不行 这个我不是说我要主张换猴 主持人我的结论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譬如说我带这个手机来 然后这个主持人非常的支持我说 这个来宾徽文我绝对不会换他 那我就开始打电动 开始上网看因为不会换我 对不对 然后郑立文坚哥吴宜丁都说 惠文兄表现很好不会换 那我就不要准备资料了 反正不会换我 不能换哦 之前你换的那个来宾结果被骂 我觉得侯宜有点恃宠而交 因为你们不能换我 有换柱的惨痛教训 所以你不能换我 所以怎样 九二共事我拖拖拉拉才承认 岁月静好 我到现在四大公投那个事情 他到现在也不道歉 你不接韩国瑜的新北主委 你不参加当年的全代会 你也不道歉 那我觉得很奇怪 你态度这么 你挖得这么高 你还没当选你就态度这样 那你当选还得了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所以国民党不会主动去操作换猴 但是我觉得侯市长应该自己想一想 就是说你被征召一个多月以来 你的民调从第一变成第三 我不相信那些民调都是买的 都是操作的 我不相信 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 或者赖清德柯文哲做对了什么 所以你一来一往 你就变成第三名了 你本来是第一名 现在变成第三名 那你有沒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 这一般的民调再拉起来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在选 如果你拉不起来 我觉得侯市长这几下 可能说我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是不是适合参选 如果是那就勇敢选下 如果不是的话 应该赶快跟朱主席 或是国民党其他人讲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别的方案 别的选择 硬着头皮选择 主持人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选很离谱 什么叫做我接受九二共识 什么叫做我不太懂 我接受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比较贱就对的 你接受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需要你的接受 你要捍卫九二共识 连这都不能说 当赖清德去讲这个 来来来 赖清德去投诉这个时候 你就要出来 你看今天民进党的立委 刘世邦他很恶意 他说侯友宜你表态一下 你就知道侯友宜口条不好 你要叫他表态一下 你很奇怪 你看这个是国民党 国民党的三个中等候选人排排站 这个是2016的朱立伦 2020的韩国瑜 现在2020可能是侯友宜 那这两个之前都输了 这个怎么办 所以应该国民党应该做 不能排除所有的可能性 我觉得应该 这个侯市长应该再想一想 然后我认为该道歉的要道歉 然后一些活动像这种的 赶快悬崖勒马 你接受征召第一个活动 去参加吴子佳的活动 我当场就吐血了 你7月16日再去参加 黄国昌的活动 我很难想象 因为主持人 那个现场都是支持柯文哲的人 我真的不晓得你去干什么 好 惠仁哥恨铁不成钢 不过因为他每次来上节目 都很认真的准备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换文 先前侯友宜提出 要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反对一国两制 以及被蔡英文污名化的九二共识 那过去被誉为是 经济总规划师的肖万长 好久不见 昨天他也站出来力挺侯友宜 原因是他认为侯友宜的两岸论述 是非常的中肯 得体 稳健 务实 相较于赖清德 他投出到了美国的媒体 却只说要支持两岸维持现状 要跟大陆对话 却不接受九二共识 真的有办法对话吗 学者赵春山说 没有九二共识 赖清德就是没有办法 开启两岸的对话 如果因为赖清德的意识形态 导致两岸始终没有办法重新沟通 难道民进党就打算 让两岸关系继续这样子 永远的僵下去 让我们的经济 都始终继续的空转吗 宜丁委员 其实赖清德他投书到华尔街日报 我觉得他倒不如不要投书 因为他投书了之后 大家不是很确定 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新东西 他到底觉得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说了 他自己的两岸政策是务实且一贯 然后他是支持两岸现状 然后他不排除对话的可能 我们来看一下他支持两岸现状 他也说他是务实的台独 请问一下支持两岸现状 跟务实的台独 我们现在两岸的现状 是台独吗 还是什么 就是你到底觉得 你现在现状是什么 我们的现状是中华民国台湾吗 还是中华民国 我们的现状到底是什么 他讲不清楚 再来他说他不排除对话的可能 这其实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 他承认了 在蔡英文执政这几年来 我们就是没有对话 所以他才要把这个可能搬出来 可是重点来了 现在没有对话 你觉得以后对案要跟你对话吗 大家要知道 对话是两个人才能对话 不是只有你单边想对话 就可以对话 对案早就说了 要支持九二共识 承认九二共识 才有对话的可能 那民进党一直以来 他是污名化九二共识的 他一直把九二共识 这件事情就是踩在脚底下的 那请问一下 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你一直污名化九二共识 你到底要怎么开启这个对话 我实在是不清楚 赖清德他写这篇 投书这篇文章到底是什么理由 我觉得最后真的只有反效果 只让他的尾巴更露得出来而已 郭主任在这个后友宜立委后援会上 被安排坐在后友宜隔壁的 就是先前被换柱的红秀柱 这也让民众就联想到说 是不是要借此警惕 这个换猴的危机呢 洪秀柱说 大家都知道不会换猴 因为换柱有惨痛的经验 大家当时都已经看到了 洪秀柱也直白地说 只要是总统大选 如果是撒喀都的话 国民党就会输 这洪秀柱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吗 而美国胡佛研究院的学者 齐凯利说 虽然说侯友宜选情是暂时落后 但他认为侯友宜不会被弃保 到最后票一定会回到蓝营 因为国民党是过去八年 扮演主要反对党的角色 如果民众对执政党感到失望的话 那一定会改投这个主要的反对党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事件议员 你怎么看这个齐凯利的说法 其实他这是一种礼貌性的说法 因为这国外的一些评论 我们都是听听就好 因为他往往对三个候选人 都也是有这种礼貌性的一些讲法 那不过我倒是觉得 昨天王金平办的这一场 因为王金平在政治上 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老好的 他蛮厚道的 他热心办的那一场 那但是在我的看法就是 昨天那一场就是和尚念经给尼姑听 那对那种扩大的效果其实有限 那尤其王金平有讲一句很中肯的话 他这句话是在捧侯友宜 他说侯友宜是大价格免提 他原理大价格免提 那等他提的时候都选完不是吗 选完了再来提有什么用呢 所以讲这个 其实他的评估是蛮准确的 这种用语 但是听在大家的耳中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觉得侯友宜最主要是他本人的问题 他能力不足 他准备不够 然后到现在他看到民调 这个在敬培末座的时候 他当然急了 急了就病急乱投医 比方说像他找金小刀 那金小刀看起来 这武功高强 那刀子一挥那砍一堆人 可是砍的选举是要给自己党内的同志希望 也给社会希望 快乐希望选总统 但是金小刀不是 他等于在制造仇恨 帮你砍的对象都先砍你自己的同志 自己党内的人 所以滥砍一通的结果 我认为只是让侯友宜表面上凝固住了 不敢再换侯了 也没有人敢再任意窜逃 但是事实上 向心力就降低了 当然这是侯友宜自己的问题 他要去面对 我倒认为侯友宜应该找的 我认为 他比方说他就好好的跟韩国瑜交心 坦开来讲清楚 在韩国瑜四年前的基础之上 再来做努力 现在侯友宜离韩国瑜四年前 即便他四年前选输了 但是韩国瑜现在的位置 跟他四年前那还差一大段不是吗 而且韩国瑜的一些理念做法 至少他是接地气 他是符合庶民经济 跟庶民的一些想法 那所以在我的看法 我认为侯友宜现在的做法 都是不对的 尤其快啊快 快就不一定 找到马英九 找到金小涛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 等于只是回复到过去 宫廷政治的做法 那回到国民党所谓的 精英领导的做法 但是事实上 对于增加他的选票 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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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